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上海官方严打不良代言人王一博 校战恐线BL男男危机 上海发布商业广告代言活动合规指引 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制定发布商业广告代言活动合规指引 为进一步规范商业广告代言活动 坚持正确广告宣传导向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明确21项负面清单 内容让不少曾经列为劣迹艺人的范某兵 郑爽、李云迪、吴某凡无法翻身外 现在竟传当红偶像王一博及校战恐线危机 范某兵逃税被列为劣迹艺人原本就是良代言人 吴某凡是最标准的中国劣迹艺人范本 该份指引提到将利用发生违法犯罪 违反工序良俗等行为的明星艺人 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铺张浪费、娘炮丹美BL等不良文化等 皆列入广告不良代言人的负面清单 虽然并未匡列哪些艺人不过有 不少人似乎早已被锁定 王一博及校战士新一代男男CP相当危险 根据指引早就被列入劣迹艺人之列 被判犯法与涉嫌犯法的女星范某兵、郑爽、男星吴某凡、钢琴家李云迪等 肯定不得再担任任何品牌代言人 而长期被只炫富的男星黄子涛也很有机会在此之列 原本就是富豪的他应该不受任何影响 不过最让人意外的是 演出BL剧而爆红的当红一线男星王一博与校战 也被视为危险人物之列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